欢迎来到让你越看越湿的雨滴选车 我是雨滴猴 开着一台现款的奔驰C级去看 全新的奔驰C级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听说这家展厅4S店 他们有一台全新的国产的长洲剧版的C级已经到店了 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吧 现款奔驰C级让奔驰真的是银麻了 那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神似S级的造型 所以这台全新的C级就理应要延续这样的道路 你看它的外观确实是活脱脱的一个小S 那它前脸呢 其实奔驰上一个时期它的中网造型 它整体是向上一样 那到了这一代 它们的中网就是向下来压 这样的话会营造一个更加好的侵略性 看上去更加的凶 那它中网内部也从之前的一个满天性变成 现在的一个满天奔 有点像他们的FE赛车的那个引擎盖上方的那个设计 前杠下部这个位置呢 是很像现款的AMG C63 看上去是非常的运动 来到侧面 这台全新C级它的尺寸是要比上代车型要略大一点 它的这个侧面设计 我们知道上代车型它有一个向后收窄的很立体的双腰线 而这一代车型已经被淡化成了一个平行的腰线 看上去是很形面很简洁 所以汽车设计可能也是一个轮回吧 那它的C路这里有一个标识表明它是一个长周版车型 这个和上代车型是一样的 我们这台展车呢是它中高配的C260L运动版 在它上面还有一个C260L的运动号叶版 那它就会在比如说窗框啊 后领这些位置进行费化处理 包括它的轮毂也会从一个多幅条轮毂 变成一个更加干净的五幅轮毂 它的轮胎是没有差别 前R25后R255 那它的轮胎供应上有两个 分别是GOOT-E的EGO F1和B90的P7 C级的车尾设计它和S级一样 都换成了一个这样横向布置的尾灯组 然后向里侧来进行收窄 里面的话是一颗颗展开排布的LED的灯珠 看上去是挺高级的 那整个的车尾感觉是比上代车型要更加的丰满 更加的圆润 包括它整个后缸的造型 包括它的这个尾箱盖造型都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再打开它的电动的尾箱 可以看到其实里面的空间和上代车型差别不大 两边有这样的挂钩 然后翻开它的盖板下面呢 还有一个隐藏的储物空间 来到新款C级的车内 其实它是直接跳过了之前奔驰双联屏的内饰时期 是直接看齐了全新的S级 这里有一块竖屏的触控操作的MBUX系统 并且是直接联通到了后面的中央通道 看上去是一气合成 这块竖屏的MBUX系统 其实它的操作逻辑和之前的车型是保持一致的 所以也就是降低了咱们的学习成本 它可以通过翻盘上面的这个按键 来进行左右的触控滑动 也可以咱们直接利用手指来进行一个选择 它的界面呢其实上半部分是一个导航的缩裂图渲染图 下半部分是一些快捷的入口 包括一些车辆的设置 然后最下面这里是它的一个空调的菜单 进入之后呢可以来进行调整 当然是要点火 然后上方这里下滑可以看到它的一些收藏家 所以我觉得这套竖屏的系统 它整个的菜单的逻辑做的还是比较的人性化的 那C级的这套内饰和S级有两处细节有差别 首先是它这个屏幕 它是微微朝着驾驶员进行倾斜 这样的话便于我们开车过程当中进行触控操作 另外呢它上面的冲口是三个圆形的这样的一个不利的放置 并且的话上面有这种很性感的机理的造型 所以看上去确实是很漂亮 另外呢它在红胶冲口的内部呢也是布置了和全车来联动的风影灯 包括它在中控台的轮廓 包括门板的轮廓都用风影灯来进行了勾勒 所以奔驰在内饰的照明这方面真的是玩明白了 另外呢这台车座椅呢也是有些升级 首先是它这个头枕 好像是换成了一个类似颈椎保护的款式 然后它的这个头枕是可以向前来调整 然后包括向上下来调整都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呢这台车腿拖是变成了一个一体式造型 可能就避免了这些那样有可能会藏物纳购 在中间这里的储物空间呢打开它之后 可以发现其实要比上台车型要更加的丰富 前面会有一个向前身的感觉 然后旁边有一个储物隔两边的背架 后面这里还有一个对开的储物空间 那在海外版的CG上其实它们也是有一个低配版的车型 液晶一表有一个黑边 然后整个屏幕也会更小 所以不知道国产CG它的配置定义是怎样来进行的 如果说是可以全系来标配这套大屏的内饰 我觉得确实是相当养眼的 做到全新CG的后排 其实它的空间表现和上台车型差别不大 但是它的这个乘坐输入性 却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首先是它的这个坐垫 明显是要比上台车型要更加的柔软 尤其是在我们臀部这个位置 感觉是要更加的舒服的 包括它头枕这里也是加入了和S级 E级同款的这样的一个外挂的 非常松软的头枕 整靠上去是非常的舒服 内饰的氛围感方面呢 它前排的风流灯现在是延续到了后排 包括它 空到出风口 包括这个扶手轮廓的勾勒 所以奔驰的这种夜电风应该会有很多 年轻人来喜欢 然后这台车它把后排电源是挪了位置 之前呢是在这个地方 其实线材的放置并不是特别的方便 然后现在它是换到了装扶手的内部 打开之后呢可以发现 在这个位置有两个C口的电源输出 并且的话是很方便 咱们对于线材来进行一个收纳 动力方面呢 全新C级会使用一套新的动力总成 这台代号为M254的新发动机 它会进行全面的电气化 用ISG电机来取代了BSG电机 C2600L应该会是它的主力车型 它会是1.5T四缸 加上48伏轻混的结构 占面输出150千瓦 300牛米 所以你看奔驰的小排量 涡轮增压的动力单元 在FB赛上是赤差了这么多年 这台新发动机应该没有理由再拉垮了吧 看完了全新的奔驰C级呢 再回到这台现款的C级上 确实这种落差还是很明显的 那新车它不管是外观的设计啊 内饰的氛围 包括车内的乘坐感受 都还是很有竞争力 那这台车当时 15年底 裸摔价买成33万5 确实价格不便宜 那全新的奔驰C级 这样的一个换代价格 我相信它也不会便宜 不过好消息呢是 宝马3系的价格可能就会在中端 有所松口了 毕竟C级和3系是一个非常直接的竞品 那他们俩打架 那奥迪A4L在打折场面一定会非常的精彩 这个月底呢 全新的奔驰C级就要上市了 我们也可以来期待一下它的价格 那你准备来购买全新的奔驰C级吗 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我们下期见 拜拜